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有两种档案的配置方式 差别在两个不同进度 谁在手动 谁在自动存档而已 通常玩家都会持有后期进度的手动存档 所以待会会以Yuda配置来进行解说 我们先来说明手动存档要准备哪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人要在古龙城 然后附近要有任务标示 越近越好 影片的例子 人物的左下附近有标记 如果标记是在左下 人物的左后方就要有空间可以移动 再来是传送标记器 最好是事先放在往前踏一步 就可以进入神兽站的位置 再来身上低于三个通过症 关闭利巴尔勇猛 这样慢走状态的时候 至少用跳的可以移动 然后这个手动存档要是最远的未来 也就是存档前回到标题 调到未来时间后再手动存档 可以看到这个手动存档时间 是在2023年5月11日 再来 另一个要准备的自动存档 就是这个第二未来的神兽档 可以看到它的时间是2023年5月1号 而这个自动存档的领刻 要存档在想要触发双咒的神兽内 很明显就是要重破一次 这个用转存档会比较快一点 就不用大老远去拿传送标记器 而这个未来自动存档的触发方式 以之前的直播为例 就是解到最后一个装置之前 回首页调到比手动存档还近的未来时间 再去跟装置对话触发自动存档 就可以得到人在神兽内的第二未来自动存档 出发完后 记得把时间调回来 我们回到手动存档的部分 确定是不是现在操作的是现在时间 不是未来时间 没有调成现在时间的话 未来自动存档很有可能被覆盖 然后建议西卡道具放在相机上 待会可以少做一件事 再来要有图鉴 并且是搜寻中的状态 如果这个未来手动存档 都准备好以上动作了 就可以去触发月步了 触发完月步 直接传送到传送标记器就好 这边稍微多此一举 先读档才传送到传送标记器 总之触发完月步传送到传送标记器 MWW就准备好了 这样之后 溺币都会重申在传送标记器上 接着读回未来手动存档 开始暂停存档的作业 到手动存档之后 到城堡前面触发图鉴游标残留 触发方法 可以参考影片ARMS的教学 成功残留之后 读取未来手动存档 一进档案 马上按A 触发地图残留 接着按B 取消变更选找物 然后游标移动到任务标记上 按下A之后快速点两下L 这样冒险笔记选单就会残留 接着去跟女神相对话 因为通过正不足强制解除对话 而触发暂停残留 这时候都按A让对话结束 对话结束之后 左要杆往下推0.8秒之后 往左下推 如果画面变黑一下 表示林克成功掉到岩浆里面 传送标记器放得好的话 嘴巴桿绕一绕 就会像影片一样再黑一下 表示成功进入虚幻空间 这边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刚刚暂停状态下都做了些什么 跟女神对话完 往后走再往左后方走 最后掉进岩浆 然后MWW到神兽旁边 但因为面向哪里是随机的 所以左摇杆绕圈一下 看能不能进入对话 进入动画就准备完成了 回到刚刚盲操的画面 接着我们按下进入 进入虚幻空间的过场动画就会开始 游标预备在 读取神兽档的地方 画面完全变白之后 按A读取 按对实际的话 一读档完 就会是进入虚幻空间的过场动画 这之后 你就会穿着自动存档的衣服进入虚幻空间站 继承过来的四周出现之后 去跟装置对话触发正常的四周 这样就可以打两只四周加农了 不过很可惜的是只能同属性 没办法像灾厄启示录一样混打 如果觉得越不麻烦 也可以先离开 去骑马取消越部 这样再回去就可以用正常状态打两只加农了 不过很有趣的是 DLC2 的那只风咒 第二次遇到它的时候 除非让它晕眩 不然它一直会是透明的 另外在这种情形下解决虚幻空间的加农 玩家会在未解神兽的情形下就解完DLC2 的任务 TLC2 这种情形下的万能 因此這時候玩家還可以再進去神獸一次 不過再拿一次迎接能力 還是一樣不會多一個能用的 另外玩家也可以試試看開頭的兩隻雷舟喔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